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每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盡大浪 做你自取微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 開戶立本 華禁二 當然如果要看指數上升 空神不得不提 仍是科技股 包括ATM幫到手 見到排第三 在生產榜上 阿里巴巴升8% 去到178元 另外有些投機型 小小一點的快手 都已經排到第四 升半成 另外小米等等 都貢獻 北道 昨天都有提過 是否政策的受惠者 今天升4.5% 昨天就開始 可以看一隻百度 昨天已經是 因為前天已經是突破訊 因為我們有觀眾前天 臨收視 在想要不要買 是 當天已經是 一來 就是 這個 政策上 就是 移開了 幾大巨頭之間的屏障 另外就是 百度 它的自動駕駛 都是可以 獲准 在北京市行 這個都是一個 重要的 憧憬 可以做 將來完成 到這一方面的技術 至於今天 最厲害 就真的是 就是巴巴 升8% 878.1% 巴巴 就真的是 利好 消息 就不絕 也是因為 它本身 真的跌到很低層 首先前排 就 Manga 珍慈 其中一個 市場會 是演繹為 一些利好 是不是 外資 起碼完全 不是全部 大家都 以後就 不買了 這樣 另外 消息上 阿里就發佈5納米的晶片 至於你說 哇 你發這些晶片 那晶片是否這麼 爆發性呢 還有另一個消息 就是 因為 馬雲 它 很多時 它現在現身在哪裏 很多時是因為馬雲現身的 是 現在 據說 它就在西班牙那裏 就是在考察著的 是它一年以來 首度出國 這個消息 大家演繹 就很有幻想空間 因為之前大家會有些憂慮 是不是 是 馬雲 最恐怖 是不是有什麼事呢 是不是 不讓它再出國呢 是不是真的出大件事呢 在巴巴的管理層上 雖然它現在 表面上是脫離了 始終都是一個靈魂人物 現在它就可以在西班牙那裏 考察 又考察又順便度假 那大家一見到它出來 就很高興 那巴巴伯教今天就 隨著呢 就是去大聲 是啊 就是 九九八八 阿里巴伯升到 現在雖然均線 還沒有黃金交叉 但是如果你用八月十月兩個底部來講 項線就升穿了 那時大台是九月八號 當時收市位是一百七十六九 等一百七十一附近 現在是跟其他股份走勢不同 因為它一直都破底 所以別人說七八月相底 它是說八十月相底 一百七十一元 這些位置升穿了的話 可以進一步再看回 對上一次反彈頂 大概一百九十七元 逐步逐步來看 記住那些軍線 還沒有黃金交叉 不過呢 那當然是越彈的話 出現黃金交叉的機會就會很高 起碼已經不太淡了 現在就去看著 171和197負擔 這都是其中一隻 今天就升得最強勁的股份 剛才也有說到 快手都說 今天都上到第四位的成家榜 快手也是最低殘的一隻之一 這次就有媒體就說 他就在短劇的行業大會上 快手的短劇的運營負責人就說 截至今年十月 快手平台的短劇日活用戶 就達到2.3億的規模 創作者規模就增速有32% 短劇創作者的總收入超過了10億 作者的入軍收入比去年提升了三倍以上 短劇創作者的廣告收入 這兩隻就有存在 一直存在很久 看看何時才正式會上市 究竟是香港還是美國 相對上 其實就 快手是沒那麼吸引的一隻 但現在 股價體位就開始88 突破完 開始整固向上 其實很主要是市況氣氛 因為全部科技股都在抄上 不過 選擇來說 未必先選擇這隻 但如果有些喜歡的 就喜歡看它跌得夠殘 有些人就 確實真是的 今天其實很多 錄得比較好一點 升幅的科技股 老實 其實都是平時會比較 叫做細小一點 或者跌得殘一點 輕輕講幾隻 平安好醫生 133 升6% Billy 9626 昨天升超過一成 今天再升6% 還有96、98 萬國數據 這些全部都是 又小一點 又比較濃美一點 一跌一跌一殘一點 今天升7% 巴巴是大隻的 如是者 大家都見到 還有241 阿里健康 這樣升14% 其實圖暫時 都未曾有突破 在環行區裏面 但以今天來說 就算是升幅比較厲害 剛才這隻96、98 就是做數據中心 都是開始 九月尾的位置 六十元邊 上轉來之後 那個位置 就應該是六十四 即是九月頭 整個板塊都在運行 就是進發 這個 九個頂 有些突破了 有些就未了 如果 譬如看看 究竟大部份 現在整個科技股 的行程 可以看看科技指數 是 都是這個情況 就是突破了九月尾的高位 接著就向九月後 那裡進發 那麼 留意著 七千點 就是科技我認為 比較關鍵的分水嶺 其實如果對比起 7226 ETF來講 4.8左緊 是重要的位置 今天都升了 6%至7左緊 去到大概四個半幅頓 看著 很多人都會問 繼續問 說可不可以追回 當然 你可以選擇 個股可以選擇ETF 如果你覺得 雖然是 大隻那些 有些是好圖 但小隻那些 單日的升幅吸引 但我又真的不知追哪隻 以這樣一個角度出發 當然是ETF可以放到你 但如果你說 我真的不想亂追 因為 很多其實 好像剛才所說 單日升幅多那些 其實圖又不是比那些 來的 如果單是選一隻半隻的話 當然美團那些 又帥仔很多 百度那些 又都突破 可以從個股選擇 如果ETF來講 你需要預算有些 包括 一些肉酸的農味都會在裡面 不知道叫幫還是不幫 因為 肉酸的農味 今天就升得好 例如單日計算的話 是的 有些之前 就是909 9923 這些很多時 踩場就升得更厲害 現在就有5% 2158 這裏有7% 這些比較小 有些個別升幅 再大一點 看看有哪些是上到旺 除了剛才有隻 百度之外 真的只剩下 主要科技股 其實上到旺 京東 京東升3% Vicky就想看看上網 應該就已經是 應該就已經是有課了 就是他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現在 不要在其他地方開出來 因為這個網站 暫時是省了 918 可能就升得太強 升3.2% 333.6 如果 因為他現在 譬如剛才說 其中一個關口 應該9月後那裏 323 其實突破了 我想很多人有鞋貨 其實無論你 低位賣定鞋貨 都是一樣看的 之後再上 就是 看到他336.2的下個關口 這個已經是去到 4月的高位 所以你如果有貨 你就看著這個位 應該就很迫近 其實今天差不多 你看著究竟 最短線 看看這裡可不可以衝破 很快就到了 已經是 還有一些 剛才我看見說 9999 網易 我都是Ricky Ricky就很多這些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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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 是 9999 其實他都是 開始見到 起動的 如果你計算最近 就是這些 最叫短線看走勢的話 那他是突破了 145 現在下個關口 就是187 可以看到多少少少的走勢 現在就是這個位置 9月初那裏 下個位置就去到7月的高位 都是拿著它 如果你已經是買了這些股份的話 好啊 現在就半日市了 12點鐘 恆生指數都可以升到338點 就是26,125點 成家又大了 終於 不過當然 可以再大一點 因為前兩天只有600多億半日 今天 928億半日市 去廣告一會解答問題 好 回來節目時間 我們這節開始聽電話和答問題 首先是有李小姐 Hello 李小姐 你好 Hello 是呀 我就想問一下175和968 兩隻都沒有貨 想看下 這位可以買 現價可以嗎 175又等我來 175就之前M字型商頂 那24.9收復了 由Tilltech橋50天線之前支持 現在是否阻力呢 今天又終於都期到 可以看28.9 最近其實車股好幾隻 連內地的ETF等等 幾隻 今早說過 廣東英就是智能駕駛 是呀 是呀 所以都是這個版塊受惠 所以我喜歡這隻175 是 即現價都可以入是嗎 可以 看28-9 好 Vivian你來吧 好 都是未有貨想入 是呀 9-6-8 我再看看會不會 8-6-8和9-6-8 哪個好 8-6-8和9-6-8 如果這一期 我就比較傾向會選 6-8-6-5福內特 因為它突破到9月尾的高位 9-6-8的話 9月尾沒有頂 雖然現在都是震盪向上 那你指示位置就擺14.5 如果這兩隻 我現在會選6-8-6-5 還有它的 上升軌跡就穿了 所以是這兩隻 你可以撐一下 但是這期就比較走弱 那8-6-8 更加就未必住 那它們整班玻璃股 就不是只有8-6-8 不過8-6-8就跌得再嚴重一點 那在玻璃價格大跌之後 都還未可以重拾到升勢 那它穿了24.9之後 就未能上升 你可以優勢的 那看著如果 24元以上 這樣才去買 其實都有機會 但是可以等這個買中 所以現在就選6-8-6 如果現在來講的話 會是 那你選擇 因為8-6-8 它就是 比較和玻璃股那邊 如果你說順義系 做光復那邊 就應該是9-6-8 但是如果你說9-6-8 和6-8-5 這個時候就會選6-8-6-5 多一點 好嗎 好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你 拜拜 那些光復 新能源汽車 那些呢 我又老套一點 提回一句 都是國賊支持 其實如果一脈相承 要講有什麼共通點 所以 老實說 其實都相對穩陣 因為 當你現在 當然市日日 都可以彈 大家的信心 翻多了 但是如果之前 覺得市都不知道 是否是真的 這樣的時候 永遠都是以 受惠國賊 和強勢的買先 照計 就算市不是真 都可控 這些都沒有那麼壞 沒錯 好 接著就是陳小姐 Hello 陳小姐 你好 陳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請講 沒有啊 我想問一隻1610 還有另一隻1799 前景是怎樣 是 嘩 如果1610 比較難說 前景 因為我沒有特別會看好 但是 那個資金面上 你看到是很明顯 在炒上來 應該前幾天 大家有講開的時候 也有講到 如果你在Seekers 那裡看到 它那個廣固通的池倉 是在增加的 我沒有天天看著了 因為都沒有特別推介 但是真的在炒上來 那有 前陣子就有25% 左右的港股通持股 現在呢 它突破了這個阻力 兩個二毫八之後 沖了一層 今天出任族 你如果想去說 真是看短炒的 資金炒 跟炒一轉 你等它下一些 才會比較好 現在呢 防守位 就只有一個大底 就是兩個一毫四 你等它下一些 再出到一個 新的指示位 我覺得暫時這個 可以等更先 前景上來看 如果看前景 我就不太會選它 是 另外一隻就是我來 799 當然這些是比較漂亮 剛才說的 968 6865 那些 這隻也好 這隻之前就有營起 業績好 近這幾天都是上陽 首先當然挑戰回 較早之前 九月初 大概就是 二十六元半的 做短線目標 再升穿 再擋 兩隻比較 如果實際 當然這隻會穩陣 一些 這個現在就在 國策的 風口浪漸位 這一個系列 我告訴你 因為先兩天 我都見到 你是不是還有持有 1610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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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昨天 還是前天 我聽說 你說看它 大約是 3.2至3.7左右 是啊 因為我都是先兩天買的 我是想走短線的 我是入貨的時候 是入了3.05平均 是啊 是啊 其實就是 我現在都是看短線 看看又不能再升 如果是 剛才你說的 止蝕位 如果再下跌 我就應該止蝕 正路來說 就應該 它只有一枝羊竹 之後 每天都好像 就是 輕輕升 沒有什麼看頭 我想 277那些位置 一定要搜到 我都要講明 我有貨 這麼巧 我忘記了 在哪個台上問股的時候 問了一些小的東西 你知道我自己炒的東西很小的 就很難會被人問得中 問得中 就離身 但是我炒股 就很短的 還有我真心覺得 其實我又不是看豬肉價格 又不是看好它的基本因素 Seekers 你說北水長住 這個是我會看的東西 圖是我會看的東西 成交一收窄 出陰燭等等 我都會馬上就 我對於這個股份 其實是沒有好感 純粹是怎樣炒 是 蝕先生 我想聽你說的 現在是國內那裏 爭持它的股份 我應該在哪個行業 可以看到它現在是 增加到多少個% 或者什麼 一是就好像Viren所說 去Seekers CCASS 搜尋Google便知道 然後進去再鑽研一下 那些北水的瓷盤 叫什麼名字 中字頭那些 跟著它就會寫著多少個% 或者去內地的雪球 格隆匯那些 其實你搜尋這個號碼 然後你再去看,你就會看到 是啊 另外,鑽Sir,我1799 我都是想著短線的 因為我是昨天買的 那就看回九月初的頂 短線 我見到,不是,我是22元左右入的 是是是 我現在見到它升了8% 我是不是應該放這樣一半 當然不是啦 揚足,給盡力衝給你的話 為何你要無緣無故中斷放棄呢 最好它升了18% 所以我應該要多看一、兩天 是啊,直到有些陰燭 刀位衝高回落等等,都未遲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謝謝你,拜拜 拜拜 好,看看Youtube 然後也是關於新能源車 2845的ETF 白狼說,143元就有了 那怎樣部署 他就厲害 坐了很久 那一路呢 中間的震盪 他就完全沒有震走過 那現在呢 其實你看到 8至10月 打了一個環行底 如果你坐了那麼久 其實這個底部 你都可以繼續拿著它 就是870元 即是不穿870元 你就繼續看它上去 這裏呢 今天很大機會就收市新高 如果日中高位 歷史高位呢 就是197.1元 差一點 其實算是現在挑戰這個位置的 之後你說有花少許震盪 我覺得都OK 如果你的長度 看到那麼長 基本上你不穿870元 都可以拿著了 那它的持股呢 現在呢 它的第一大 就應該是禁封利業的 禁封 天賜 接著比亞迪 禁封就開始 就是 經歷完一些調整 現在開始有機會都上來 因為它比較 在一個板塊裏面 算是比較 調整得多一些 反彈得慢一些的一隻 那都有機會 就大動一下 那個ETF的股價 那就可以拿著它 部署就是 另外呢 都看到 有人問 1929 都大幅的 那麼 之前發了一份好的業績 當然又憧憬 一些消費 零售 通關等等 什麼都夾雜 那麼衝得幾高 那麼 破了歷史頂 現價可以入 但是就昨天 前天就兩顆星 今天就代變 就出之音 那麼 就來吃光那支羊竹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觀望的 是啊 那麼 要看實17元 就是當日羊竹 那個頂部 那個開市位 底部 如果搜到的話 那麼 樂觀積極地 繼續看下後市搞什麼 如果搜不到的話 我想短期可能就 立回去 是啊 股是好的 不過短線 如果出這樣 向下的話 就 我想 攤頭一下 是啊 可以等下 另一個 就是 楊子 他說9922 這些位 買證股 可以不可以呢 上網和指示 如何定 這個板塊 近期都是走弱一些 包括海底露 那 近期 相關的國內的食品飲品業 都幾多的事件出來 最新都見到海底露有一宗 他就說是 就是昨天的 海底露有一間店 就被顧客說 他那個脆脆無肚 是不是叫做偷工減料 是啊 缺根少量 說他 他就有聲明道歉 那 再前陣子 又有一些食品衛生的關注 幾間都有 不是單一 似乎 就 未是一些掘察支持的產業 也都頻頻有些事件出現 你看整個資金面 都不是很熱炒的 如果你說有沒有機會 又炒建底 又炒這個板塊 幾間都一般 會不會炒建底 你又關注著 23.9 即最低限度 收到23.9 以上才有初步的展望 可以了 即是短線走勢上來說 暫時就未必住 好 那 突然有個電話 Ken在這裡 Ken 你好 Hello Ken Hello 先生你好 我想看看 22.08 22.08 是否封電 不是 金鋒科技 對 對 封電 看多少 你有貨 剛剛買 剛剛買 我就輕輕保守 因為他之前在9月份 在頂位搞來搞去 結果是要向下 因為如果搞來搞去向上 就是兩件事 搞來搞去向下 我就怕炒完 還有你見到我最近的說法 都是覺得那些電 我覺得之前炒過了 風電又如是 火電又如是 不過過去這五天 都是整體在底位反彈 但是前方 八月份的時候 又有個15.7 又要關注 當然最近的頂也要關注 看看他可不可以站穩 15.7的情況之下 站穩最近17.68 做目標 就是這樣玩而已 但是我都要提提你 我覺得他在搞完整個9月之後 肯下來其實應該是不強得上去 好 好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好了 我們一會兒 今天星期三 一會兒都會請我們國內的專家 莊小鋒先生 一起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現在內地的金融市場 怎麼看 大家不要走開路 稍後再見